说起乒乓球 这是中国人公认国球 那是因为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乒乓球队 被国际平坎公认为是乒乓球领域的梦之队 而且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还是中美建交乒乓外交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创造了小球推动大球的家伙 而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历史上 八一乒乓球队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女队从同龄戴莉莉到孙靖曹珍 男队从女郑氏施之浩到范长茂 从王涛刘国良到王浩各里时代风骚 那么今天的八一乒乓球队近况如何 又有哪些年轻运动员正在茁壮成长 下面就有请记者带领我们走进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乒乓球队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八一乒乓球队的一个训练馆 在我旁边的呢 这就是世界冠军戴莉莉 戴大姐 戴大姐你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八一乒乓球队的一个情况吧 八一乒乓球队现在成立有50多年了 那么我们这个队伍有一个很光荣的一个历史 在这50年当中 我们取有12个人获得将近100多次的世界冠军 不管在八一提供大队 包括在中国乒乓球界 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知名的一个队伍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集体这12年回到重新返回到八一提12年 对目前这个队伍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很自豪的 可以说咱们这个八一队这个是星光闪耀 我们掰直头算现在的从现在来说 樊振东 王浩 然后刘国梁 对 然后还有王超 对 像这些都是巨型 乒乓球界的巨型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老一代那些世界冠军就更多了 更多了对对对 然后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就是说 作为咱们这个八一队这个特出的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是军队上的一个 对对对对 它跟这个地方的乒乓球队还有什么不同呢 呃我们这些小孩呢 因为其实八一队在招生这块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很多家长很多爱好乒乓球队的乒乓球的人 他对八一队因为咱们八一队这个历史也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一直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包括全运会 包括世界锦标赛包括奥运会 那么有些家长们对制成军装是很向往的 嗯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子 呃我们的建设也是非常好 对方讲 这十年来我跟王涛两个人分别接着呃 呃队长和政委 完了有分又男女队的主教练 所以人家家长也是冲着这个队伍以后 他们也一个过来 那么现在我们跟其他省的区别是在 我们一直就是队伍 这些小孩在没有进队之前 他们先是开始试训 嗯 那么在这试训的期间呢 我们一样像跟军人一样 进行一些政治思想工作教育 嗯 包括他们的军人职责 一直跟他们灌输给他们的 就是我们先军后运 好谢谢大家 在八一乒乓球队训练馆 我们正好碰到了著名的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 此时他正在给小队员指导打球 你要脱入你的球 你没有选择他销不上去 所以你就不能把他销那么转 你越摸擦球 越转就销得越转 床脚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脱入一球 他肯定没再销了 你没有销那么转 爽了吧 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亲自指导 这是许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事情 而八一乒乓球队的成绩 之所以长胜不衰 和球员的成长环境 以及人才的梯队建设 自然是分不开的 像咱们这个八一队是有传统的 有您 有刘工梁 王浩 像这样的梯队建设 这个方面 您能够讲一下吗 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梯队建设主要是在人才 在招生这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对选人才是 非常中中之重的 像樊涨东是个例了 樊涨东四年就打到世界冠军了 就是那完全是天才 就是还是在选材上 因为你选材选的不好的话 你打十年都不一定很难打出来 因为乒乓球这个水平太高了 特别在世界上 又是顶级的这种运动 又是成为国球 所以我觉得乒乓球难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踢队建设 在我们工作中是中中之重 从王涛的言谈中 我们可以听出 他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 这位叱咋一时的世界冠军 丝毫没有什么拼弹巨星的架子 而这种不争名利的处事态度 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结合在一起 正是巴依体工大队教练员 与运动员所具备的独特气质与精神 就像您说的这个乒乓球作为国球 就是它独特的内力在军顶 它从政治上讲 对吧 这个中美建交 靠小球转动大球 对吧 这种技术上的运动 它是全身的一种运动 练人的大脑 反应 思维 敏捷 对吧 还有心理 它是一个综合的运动 所以说乒乓球的运动 应该来讲是老少结疑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乒乓球的运动应该算是比较一个高尚跟时尚的运动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